坐 坐 我要坐 三點鐘就起來 坐完了就準備吃早餐 五分 要吃什麼藥啊 這個給你開刀裝了典型 心臟病怎麼還要做環保 做環保 我要坐讓你坐 去進去好得很 看上去就準備吃吃了 94歲的上陣 雙腳已無力 卻堅持天天騎帶步車 到環保站做回收 商人家把握機會 把握時間 坐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我就盡量去坐 看電視有在聽說明開始 大家要做環保 如果沒有什麼 不說要做八行 做環保就最好 崔北北市海軍陸戰隊 聯長退役 勤奮捷緊的他 坐過參船跟送報 送報遇見慈濟志工 讓他一頭栽慶 環保行列 八十幾年我先擠不到 我是退伍了以後就送包子 送包子送完人 以後就在皇室街那裡做環保 反正他就公余 他就做一工 他就賺一工 帥伯我都叫他帥哥 雖然年紀大 他在挑那個瓶蓋 飛得老遠的 真的是不簡單 挑出寶特瓶蓋扣環 重複又熟練 這一座就是二十多年 這個也是今年 今年 瓶子的口這個地方 天天我都做 上午就做三代 兩代起 那種得才滿的就是兩代 晚上睡覺做夢都撿瓶子 快伯伯 你這樣做會不會累 那個瓶子就不累 他每天一定要來 不來的話 他都擔心這邊的寶特瓶沒有人做 他一個禮拜都撿了 差不多有一二十代有 你看一代一代三百五十個 一二十代多少個 林坪上人開示也是帥伯 每日必備功課 把握機會 我那個年年也差不多了 就是有一點時間 但是那個能夠做 有做力也做 帥伯伯說 他要把握姻緣 能做就是福 大愛新聞學員裡 林道明高雄報導